大家好 我是肘子 17年夹在旷野之系和灵芝曙光之间发售的超级黑马 尼尔机械纪元 不光让大家记录了这个圆润的屁股 也让大家认识了这个圆润的头套 当然鲁迅先生说过 喜欢屁股的没有坏人 但戴头套的肯定不是好人 这个头套里装着的是尼尔导演 横尾太郎的脑袋 而这个脑袋里装着的是个色情扭曲幽默谦虚的大脑 而这个大脑里装着的是个奇幻跳脱黑暗悲惨的宇宙 而这个宇宙里装着的是如今大红大字的尼尔 和他命运多帅的前辈龙背上的奇并 2003年6月12号呢 日本新宿的上空突然打开了一扇连接异世界的大门 从里面掉出了一个伸直舌头 一脸被玩坏表情的巨人和一只红龙 最终巨人被红龙打败 而红龙被自卫队的导弹炸死 尸体挂在了东京塔塔吉尔上 直到三个月后 也就是2003年9月12号龙背上的奇兵发售 大家才知道 原来这个莫名其妙的日本6月12事件 其实是横尾太郎为这个游戏设计的一结局 也就是龙背上的奇兵里 主角穿越到现代的结局 把龙背的世界和尼尔的世界连接到了一起 而这个6月12事件呢 也是尼尔世界线的起源 不过既然SE决定重治尼尔初代伪装者 那后面的故事我就不剧透了 但前面的故事三得聊 2003年发售的龙背上的奇兵背后的卡维亚工作室呢 2000年才刚成立 也有的经验也只是给别人家的成熟IP 做过些外部工作 而龙背上的奇兵呢 算是这下工作室做的第一个全新IP 虽然版权 当然还是我在发行上SE 而不是Kavia首例 2001年黄牌空战4的经验表现 给了Kavia做空战游戏的灵感 而开发过程中 2003年 他们恰巧又遇到了一代经典 镇三国无双三 所以决定给这个空战游戏 也加入了地面割草的元素 来个空路两开花 然而两件快乐的事情重合在一起 也并没有让玩家获得双倍的快乐 在天空战中 主角凯姆的红龙完全没给玩家带来 战斗机那种流星感觉一样的速度感 在地面战里 不够夸张的动作和不够大的攻击范围 也没法带来媲美无双的割草快感 而在能骑龙的地面战里 为了强迫玩家下龙进战 不要用强大的红龙虐杀地面上的怪物 不光大幅度减少了红龙击杀所带来的经验值 还涉及了很多山洞啊树林啊之类 红龙无法进入的区域 但其实凭啥没法进入 你看看隔壁怪物猎人 龙就不能走路 不能钻树林钻山洞吗 而且主角为啥要上龙的时候 能一蹦三尺高 平时就双脚不离地呢 见行性不死人啊 其实这么多的毛病都源于一种病 穷病 就像这个跳跃功能 本来是做了的 但有太多跳跃相关的bug要解决 而发行上又不肯再多给钱 多给时间 所以就只能把这个功能屏蔽掉了 龙背的发行上呢 本来是爱尼克斯 但卡比亚也没想到 他会在2003年和史克尔合体成了SE 然后负责龙背的人呢 就从爱尼克斯的人 变成了史克维尔的人 新的负责人 看到当时已经开发过半的龙背后 大感惊叹 感觉从未见过如此创新大胆之人 十分感动 然后否定了所有的设计 而决定全盘推翻重作 设计连天空的颜色 都一定要改成更真实自然的蓝色 这样身为制作人之一的横尉太郎 大为沮丧 其实要不是当初安排给龙背的 其中一位制作人太忙 横尉也当不上制作人 实现不了他那些疯狂的想法 但好不容易抓到了几回 如今又要被发行上全盘推翻 实在难受 可那咋办嘛 发行上至于开发上 就像甲方至于乙方 前者有奶 后者叫娘 前者吃肉 后者喝糖 好在横尉太郎 有个叫齐腾杨记的大学通创 他曾经是魔力宝贝的主创 如今已经升任SE开发部的部长 他对横尉的才华和故事 大加赞赏 这才得以保全了横尉的那些奇思妙想 在多年后的采访中 横尉也说 如果当初没有齐腾杨记出手帮忙 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横尉太郎 其实呢 想要全盘推翻龙背上的奇兵 尤其是他对剧情设定的人 也不光是负责发行的人 还有被喂了一嘴屎的玩家 游戏的主角凯姆 父母被龙祖作杀 痛恨龙祖 却为了生存 而不得不与一条红龙 递结契约 通生共死 女主角弗利叶呢 有未恋服 还是根根的发小 但弗利叶却对身为主角的性格 和凯姆抱有超越兄妹的狂热爱意 而且还得不到哥哥的回应 因为哥哥心中的爱人 是他那条红龙 像类似这种扭曲难受 但还有点莫名待感的设定 在行尾的世界里比比皆是 最后除了凯姆和红龙穿越到现代 然后被自卫队炸死的一截军之外呢 在D截军 凯姆被怪物杀死 C截军里凯姆被潮嘴般的巨龙杀死 B截军暗示了凯姆会被妹妹所编的怪物大军杀死 总之 华氏虐杀主角 请认识专业团队 唯一一个凯姆没死的一截局里 凯姆却要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爱人 红龙安吉尔 在自己眼前化作封印 彻底消失 反正这些结局 要么虐神 要么虐心 要么斗虐 如果你真的是抱着 一定要打出一个好结局的执念 来玩龙背上的骑饼 那最后可能会抱着美极罐 去找头套下的横尾 当然其实那个时候 横尾太郎还没有戴头套的习惯 可能后来收到的导片躲了 头套就戴起来 毕竟戴套安全 虽然龙背上的骑饼 没有给玩家好结局 但他自己却依靠着 骑轮空战这个饶有心意 也颇具魅力的设定 获得了一个还不错的结局 卖出了60多万份 而首次承担大型项目制作人 和编剧的横尾太郎 也靠着别具一格的故事和角色 收获了一小屁用盾 但如果你是老观众 没逃过11度的课 那从销量数字上也该知道 60多万就算还不错 说明龙背上的骑饼 根本算不上神作 而实际上呢 跟之前《十一路》里聊的 那些一鸣惊人 震惊环游的作品比 龙背确实还远远不够资格 但不论如何 对SE来说 这个2A级新IP的表现 还在上课 而这份小小的成功 对卡维亚和横尾太郎来说 也是来之不易的星星之火 我们现在知道 初代龙背的这个星星之火 引爆的是横尾宇宙的宇宙大爆炸 但在当时 横尾并没有打算发展什么横尾宇宙 没打算让龙背上的骑饼有续作 所以才做了5个卫尸结局 但高层人想做续作呀 而且他不可能觉得 龙背1的成功 并非人因为横尾的剧本 要是没有卫尸 也许能卖得更好呢 试试呗 试试就试试 在2005年的《龙背2》里 被波多罗导演和制作人身份的横尾 只挂了个脚本分镜的值 基本没参与游戏故事的创作 整个《龙背2》的故事呢 虽然这样一看 像是承接了龙背1的A结局 也就是唯一一个凯米姆没死的结局 但实际上 却跟横尾宇宙中所有作品 都毫无关联的独立世界线 可以说是唯一一部脱离的 横尾宇宙的龙背 由于游戏预算的提高 《龙背2》在视觉表现上 有了肉眼可见的进步 也加入了跳跃功能 同时还降低了死亡惩罚 降低了收集武器的难度 让游戏更讨喜 更人性化 更像不像样的 但剧情上 初代的反派玛娜 在这里变成了可操控的正面角色 而初代主角凯姆和他的红龙安吉尔 却变成了反派 《龙背2》虽然保留了点 悲壮黑暗的氛围 但不光舍弃了像德国骨客那样 进断猎奇元素 也在三个结局中 设计了一个皆大欢喜的传统好结局 正德国光终于照在了龙背上 原而这些反横尾的设计 却并没给龙背2自己带来好结局 如果在高层眼里 被横尾荼毒的初代龙背 算是买身是屎的话 那只卖出了十几万分的龙背2 连屎都不如 对于没怎么参与龙背2开发的横尾来说 龙背2的惨败 也许是一种对自己的侧面证明 你看 没有我 真不行 但对创造了两部龙背的制作人柴桂正来说 龙背2的惨败 却无疑是丧子之痛 因为这个投入了自己无数心血和热情的系列 可能就要就此终结了 在之后的几年里 不死心的柴桂正 四处都受自己做龙背3的想法 但处处碰壁 连横尾也不愿意做龙背3 因为横尾太郎在2010年 推出了《尼尔伪装者》的故事 正是续写自《龙背1》的一结局 也就是主持开姆和红龙 穿越到现代新宿的结局 在横尾心中 尼尔才是对龙背上的骑兵的延续 但与此同时 尼尔也是对卡维亚的终结 2010年发售的《尼尔伪装者》 是卡维亚的最后一款游戏 此后这家创造了 龙背和尼尔的工作室 正式解散 然而卡维亚的终结 却似乎为龙背上的骑兵 带来了转机 卡维亚解散后 柴桂正终于说服了 SE和横尾太郎 有一家为黄牌控制系列 做PSV版本的公司 AXS来开发龙背上的骑兵伞 虽然卡维亚解散了 虽然制作公司换成了AXS 但龙背伞或者说是柴桂正 却神奇的凑齐了 龙背初代的原版人马 从制作人 创意总监 插画 美术到演乐 全都是原来的配方 而做出来的 也自然是熟悉的味道 又或者说 是更成熟 更放开手脚的 横尾太郎的味道 横尾太郎有多少种味道 我不知道 但他身上一定有一股穷味 天天担心自己游戏爆死 卖不出去 还老说给钱什么都做 反正这次龙背伞呢 因为太怕穷 就全天表现力了 想着人美化验 就不会卖不出去了吧 游戏的CG和美术 确实相当优秀 也很适合用来表现 六位美少女的恩怨情仇 这次的故事 并没有续写龙背一或者二 而作为龙背一的前传 描绘了整个行为宇宙的原点 而相比之前的龙背或者尼尔 龙背伞的主角Zero和他的五个妹妹 无论是在外形 性格还是行为上 都更加色情 扭曲和露骨 因而龙背伞获得了 龙背上的破鞋的美誉 连Zero的龙米歇尔 也色情露骨道 给大家表演 当场实际 这些猎奇元素 自然吸引了很多猎奇爱好者 对游戏的挖掘 而如果你挖得够神 了解了Zero早年被卖为唱技 被背叛 被出卖 最后被蔑视之花选中的经历 以及DLC中每个姐妹的故事 可能会发现 用破鞋二字来描述他们 稍显片面 但不管怎样 故事中的Zero和现实上的龙背伞 没有一个获得了好结局 三人多玩的销量 让Zero只能活在夜游广告里 而至此呢 龙背上的骑兵系列 也迎来了自己的结局 对一个游戏故事来说 什么才算标准的好结局呢 想杀了杀了 想救了救了 想做了做了 想透了透了 几乎没啥缺憾 想要了都有了 这就是标准的好结局 而对青州了 横尾太阳灵魂的两部龙背来说 有哪部获得了好结局吗 即使是销量还算凑色处待 口碑也是两极分化 所以横尾还真不算是 获得过所谓的好结局 直到尼尔机械机缘 机械机缘也算是 横尾第一次加入好结局的游戏 而在现任中 他也确实获得了 口碑销量两开花的 梦幻级好结局 No 这个好结局 自然要归功于 横尾太郎的世界观和故事 为机械机缘赋予的灵魂 但松野太极的运用化是 吉田明眼 VRB设计的形象 知名女剑武师 卡奥夫奇卡奥利 应用动作捕捉 VRB赋予的动作 以及白心新兴制作人 甜朴贵酒 给游戏带来的玩法 也都功功不可没 横尾自己就是个屁股爱好者 他还在销量破板案的时候 发推特说 下一作要以 盲眼露屁股的男性为主角 还说要用小帅哥 甜朴贵酒的屁股做动补 除了他们 为尼尔做出贡献的 还有龙背上的鸡饼 龙背拥有着和尼尔一样的灵魂 却从来没享受过 尼尔这样豪华的开发阵容 一直顶着结局的预算 勉强的呈现着 横尾脑子里无比宏大的世界 从结果来看 龙背这个在横尾笔下 从没有过好结局的系列 无疑是失败的 是坏结局 而有好结局的尼尔 才是横尾太郎的好结局 但如果没有龙背这个坏结局 也不一定会有尼尔这个好结局 开发过程中 竖手竖脚的龙背 在某种程度上 正代表着最年轻 最猖狂 最肆无忌惮 最容易 也最敢犯错的横尾 那个时候的横尾 用龙背告诉世界 主角不一定要道德 也可以放浪心海 他们的感情 不一定要符合规则 也可以背得崩坏 努力不一定会有结果 也许一开始就注定失败 天空也不一定有蓝色 不信你到我们北京来 当然来了就不一定能走了 因为得隔离两礼拜 最重要的是 结局不一定要有好的 因为坏结局 也不一定坏 当然 洗完屁股的 一定不坏 也不是 全国进入 尽 chcia 监員 宝费 也աս